这期闭幕的全球气候变迁会议 并没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减碳协定 让各界颇为失望 不过这一次以NGO身份参与会议的 台湾环保联盟指出 台湾未来应该积极发展低碳科技 协助一些邦交国面对海平面上升的危机 借着这样具体的行为 博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以后或许有机会争取成为观察员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迁会议 已经在19号落幕 世界各国因为缺乏共识 仅达成了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定 让期待减碳有具体措施的环保人士相当不满 但这次气候会议有来自世界各国 共4万多人参与 台湾环保联盟也没有缺席 联盟表示 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但应该有积极的作为来争取国际认同 跟那个小岛国家 我们的邦交国的那个外交 从金钱外交转成环境外交 或气候变迁外交 我觉得多比没有做好 台湾在考虑到加入哪一个集团 我觉得作为一个岛 那来想办法来帮忙那些小岛 可能是我们比较有脉络的一个可能性 不过台湾在温室气体排放跟气候政策的表现 在国际排名大幅滑落 接近差距的等级 环保学者认为 不管台湾未来是要走向开征能源税 或是参与国际间的碳交易 当前最需要的是减碳的决心 我们台湾在这个真的是很落后 温室气体减量法连这个目标期程 总量都没有去订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交易也没有 环保团体认为 政府应该尽速制定 温室气体减量法的实施其成 不应该一再的空口说白话 当世界各国对减碳 还没有达到共识跟具体作为时 台湾如果能够有具体的行动 或许能够得到国际间更多的肯定跟支持 记者陈淑君张子佳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